Hello大家好我是唐唐 今天我是业余唐木匠 今天呢我要来做一个 我已经想做了非常久的一个 家家户户都会用到的物件 菜板 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 因为做菜板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就是planer 中文应该就叫 爆机或者爆磨机 其实去年呢 我已经买了但是一直非常非常忙 所以一直拖到最近 我才把它设置好 哈哈就是这个啦 我最近呢就把它设置好了 它给它做了一个特别特别简易的架子 虽然没有这个机器也是可以做菜板的 但是就比较费劲 有了它之后呢 做菜板肯定就是事半功倍的啦 好那我们开始吧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 又还没有订阅我的话 请一定先订阅我啊 好我们开始吧 做菜板呢第一步是选木材 你要先想一想用什么样的木材 来做这个菜板 一般来说呢 做菜板是要用硬的木材的 就是hardwood 最常见的硬木材用来做菜板的呢 就是warnut maple和cherry 那我今天呢 这三种木材都会用到 颜色最深的这个是warnut 颜色最浅的这个是maple 中间的这个是cherry 这三种木材当中呢 warnut是最贵的 大概价钱是cherry的两倍 然后cherry和maple的价钱差不多 cherry稍微贵一点点 那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挑选 你要做菜板的木材哦 好了决定好了所要用的木材之后呢 你就要来想一想你要用这个木材的哪一面 来当这个菜板的表面 这个呢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个呢就是你用这个face green来当你的菜板的表面 第二个呢是用这个叫edge green 第三个是用这种叫end green face green呢是最简单的 就是如果你家里实在没有planer呢 那你就可以选用已经抱的非常平的木板 然后把它拼接起来来做菜板 这样的菜板制作呢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种菜板呢在使用之后非常非常容易出现刀痕 甚至出现裂痕 第二个呢就是用这种edge green这样子木材一块一块拼接起来 edge green作为这个菜板的表面 这种制作方法呢难度居中 它也会比较容易出现刀痕 但是肯定比用face green会好很多 最后呢你就可以用这种end green来作为你的菜板的表面 这种的制作方法非常的复杂 但是做出来菜板呢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花样 然后也比较漂亮 鉴于我是第一次制作 所以我决定选用edge green来作为我菜板的表面 用edge green来做木板呢 这个木材的厚度怎么决定呢 就是你的木材每一次切出来的这个宽度 它就会是你最终的厚度 因为我想做成1.5英寸 那么我们在切的时候呢稍稍留一点余地 因为在后续还要做planning和sanding嘛 所以切成大概1.6或者1.7的样子 好了都决定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办 我这些木材呢都是在我本地的一个木材店买的 在这种专门卖木材的店里面买木材呢 edge green这边都是不会给你处理的 而且它是两边都是非常粗糙的 就没有一个好的reference 可以让你来把这个木材再切得更小 那怎么办呢 我有一个非常简易的办法来给这个木材去编 那我们来看看吧 首先呢你就是找一块有一个很直的编的这种木材 随便什么都可以 像我这个就是一块plywood 让这一条边对上你这个table saw的fence 然后把你需要去编的这个木材 用双面胶贴在这个边上 你就是贴的时候呢 让它稍微比这块板子出来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就是用手感觉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在这块木材过完table saw之后 它就一定是一个非常直的编了 对吧 看到没有 现在我这一边就已经非常非常直了 那现在我就有一个reference 但是等一下可以把这个木条再切小了 我们用同样的办法把所有的木材都做一条非常直的编出来吧 好 现在你看每一块木材呢都有一条这个很直的编了 那我们就要用这条编来当做参考 把这个木材锯成更小的条 我刚才又看了一下 我觉得1.5英寸真的还是蛮厚的 做的再稍微薄一点点吧 1.25英寸应该差不多了 好 现在所有的木条都切好了 那么下一步呢 我就是要处理这一条maple和这一条cherry 因为我想把它做出三个条纹嘛 那么做条纹呢 我就想用两条maple一条cherry 那么这两条呢 就需要它细一点 那么我们就要保持它的厚度不变 然后让它在这个中间再切一刀 好 那现在我所有的木条就准备好了 一共有这么多 然后所有的walnut呢都是一样粗的 但是我把其中的cherry和maple 切成了这么细的条 做一个中间的装饰 那现在呢就是这些所有的木条 都需要进入planer 我们要plane哪一个面呢 就是我们要planeface green的这一面 就是这一面将来是要粘胶水 把它粘在一起 如果不进行plane的话 你看比如说这一条 它中间的缝就非常的大 如果这样的话 你粘出来那个菜板 就是有很大的缝隙的嘛 会不好 然后这一面呢 就是将来木板的表面这一面呢 我们现在暂时不用操心 我们就把所有的face green的面 正面反面都plane好 好 现在我所有的木材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来量一下这个宽度 现在刚刚12英寸 不过我觉得大小也差不多了 木侧来讲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 中到大型菜板的大小了 好那下一步呢就是来粘胶水 做菜板呢所用的胶水是比较推荐用这种 Tiebong 3的 这个分为一型二型三型 就是三型的是超强防水的 这种胶水是特别适合用来粘接做菜板的木材的 现在我这个菜板呢就已经用了 被这样五花大绑起来了 我在这边上呢也用了几个夹子 这样子我觉得可以保证它的表面夹的更平整一点 那这个胶水呢至少要等24个小时 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嗨现在是第二天的下午啦 这个肯定已经长好了 我们先来把夹子拆掉吧 好重的一块菜板 这上面呢现在还有一些胶水的痕迹 我先拿这种小挫刀 把这种比较明显的块给它挫一下 然后再把它送到planer里面去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好现在菜板就已经plan完啦 这一步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做菜板一定要有一个planer呢 如果没有planer的话 你可能只能用sander 那真的是sanding到天荒地老 下一步呢就是我要用我的miting sled 在那个台具上面 在这边切一下 这边切一下 把它变成一个方方正正的长方形 现在切好的菜板就这样啦 我来量给你们看看尺寸是多少 长度是19.5 宽度是11.75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进行sanding的部分了 因为这个进过planer之后呢 已经比较的平滑 所以我们就不用比较粗糙的sanding paper 我会sanding三次 sanding paper所使用的呢 就是从120开始 然后150 然后到220 好现在下一步呢 我就要来给这个菜板的边做一个routing 这样子它就不会这么个手嘛 我用的这个是八分之三英寸的roundover routing bits 现在我的菜板出具模型啦 那现在呢就到做菜板必不可少的一步 就是在上油之前给这个菜板喷一次水 等水干了之后再做一次sanding 为什么呢 因为菜板是一个一定会沾水的东西嘛 你在现在喷一层水呢 就可以把这个木材里面的那个纤维 fiber让它释放出来 然后等那个纤维释放出来之后 你再把它sanding掉呢 那你的菜板在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你洗了 然后擦干之后呢 它就不会有那个毛毛的感觉 如果你不做这一步的话 你第一次洗完菜板 一定会感觉它是毛毛的 就随便找一个这样子的喷壶装上干净的水 喷上一层水之后呢 稍微拿布给它擦一擦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晾在这里 好我的菜板 现在这一层水器就已经干掉了 那我现在就要来做最后一次的sanding 那这一次的sanding呢 我就会用到非常非常细的sandingpaper 我会一路从220用到400 稍微轻柔一点的对待它 好现在呢 我已经尽我所能的 把这块板子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了 那我现在就要来进行最激动人心的一步 给它上油 因为这个是菜板嘛 上的要是食用级别的油 我今天呢 用的就是这个mineral oil 它还写了 是可以用在wood cutting board上面的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有没有 那现在我们放在这里 等它晾干吧 好现在这块菜板上的油呢 就已经干了 哇塞 我觉得简直了 太漂亮了 我拿进来得到我家人的胜赞 我好开心啊 现在呢 就真的还有最后最后的一步 就是我要给它上一层蜡 我用的蜡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专门给菜板用的蜡 cutting board wax 我记得上这个蜡 有一个专门的小刷子 那我找不着了 就随便不用小刷子 好现在蜡上完了 我们给它一点时间让它吸收吧 耶 我的菜板完工了 现在上面上的那层蜡呢 也已经干了 那个说明上写20到30分钟之后就干了 但是我觉得我足足等了一整天 而且我们这儿已经是比较干燥的气候了 我觉得它才完全被这个木板吸收进去 好 现在呢 真的是完工了 让我们来使用体验一下吧 第一步呢 先下水洗一洗 看看呀 哇塞 真的一点都没有那个毛躁的感觉 如果中间不进行那一步喷水处理的话 它下个铁之后一定会毛躁的 你看这个洗了之后的那个水珠 它就特别顺畅的就流下去了 完全不会被这个木头吸收 超满意的呢 好 现在菜板就洗好了 我们拿点什么东西来切来试试呢 这也太好看了吧 我觉得我舍不得下刀子 怎么办 不过我还是找了一个 今天晚上做饭 就剩了半个这个红椒 我们来切一下 试试吧 自己做的菜板真的都不敢下刀的感觉 让我想起小的时候买了新鞋子 我穿上都不敢走路了 生怕把那个鞋子走坏了 现在试试稍微重点的多几下 没想到第一次尝试做菜板呢 就知道了成功 我真的是好满意好满意的 如果你也喜欢我这个菜板 或者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赞留言转发哦 如果你还想看到我更多的作品呢 千万别忘记订阅我哦 行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吧 我们下次见啦 我是唐糖 今天我是野鱼糖木匠 拜拜